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快訊 我是Vivienne,法律小知識 你是否因地面濕滑、坑荒 或者樓梯照明不良跌倒 但由於跌倒太平常 我們僅僅將其當成一件倒霉的事對待 而忽略其中的法律意義 其實很多情況下 我們可以找到跌倒地的負責管理方 再附載以證據獲得我們應得的賠償 首先我們來看看 專業人身傷害律師是如何教我們做的 一,我們應該有更強的法律意識 當跌倒滑倒時應該提高警覺 並做更多證據收集以及準備工作 警察不會到滑倒現場來紀錄發生的事情 因此我們沒有官方出具的事故報告 沒有獨立的第三方證人證言 沒有體現事故其因經過結果的紀錄 但法官偏偏卻需要這些證據來作出判決 為了給自己爭取合法權益 我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來獲得盡可能多的證據 二,盡可能明確跌倒地的物業責任人 在安大略省住所的擁有或佔有人 有責任為可能進入該場所的 任何人提供合理的保護 如果業主或佔有人沒有按照佔有人責任法的規定 導致他人受傷則可認定該業主或佔有人 存在疏忽大義的個室 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合理的保護措施包括 但不限於及時清理地面污漬如水漬或油漬 在維修區域附近張鐵錶牌以警告他人危險 保持人行道暢通無阻 維持光線充足的樓梯間和人行道 在樓梯上安裝扶手等 因此如果真的跌倒了 我們可以向跌倒處的物業所有人主張權利 佔有人可以是任何對該場所 及對該場所使用有控制權的人 包括物業的所有者 成租人或活動的管理者 如房東、商場經理、保安等 3. 如何有效地收集更多的證據 1. 及時拍攝盡可能多的照片 事故發生地的現場照片是確定跌倒的位置 以及造成跌倒的危險提供最好的證據 跌倒後一定要在跌倒地點拍攝大量的照片 如坑挖的地面 以及可以辨別跌倒發生地的地標建築物 路名、門牌等 如果周圍有攝像頭 都可以嘗試詢問對方能否獲得跌倒發生時的錄像 2. 取得證人的姓名和聯繫信息 證人證言無疑是提出賠償訴求的有力證據 有了證人信息 人生傷害律師便可通過證人獲得證言 提高案件的勝訴機率 3. 保管好跌倒時著的鞋 鞋都是跌倒損傷事故中的關鍵證據 刁失的鞋可等同於刁失證據 千萬不要因為鞋骯髒了、壞了就扔掉它 如有必要可為鞋的各個側面和鞋底拍照 尤其是受損的部位 4. 及時告知物業管理人我們跌倒並受傷 一定要讓管理人知道我們在他的管轄區域跌倒受傷了 並且記錄在案 書面記錄對案件而言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為人生律師接下來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受害人保持沉默或不及時告知 只會讓自己在後期陷入尷尬的境地 對案件產生負面影響 5. 及時就醫且無必向醫生提及自己的跌倒事故 跌倒受傷、小字擦傷、流傷腳、大折骨折、腦震盪 因此無論受傷程度嚴重與否 我們最好在跌倒後及時就醫 並告知醫生自己是因為跌倒而受傷 這不單可確保我們可以早日康復 更重要的是就診紀錄可以成為我們證明事故發生 與造成損害的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的證據 如果你或親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滑倒、跌倒 或在濕地板、不平坦的表面上受傷 則應該盡快尋求法律諮詢 泰萊律師事務所有經驗豐富的滑倒和落地律師 將在多倫多為你提供有效的辯護 幫助你為自己的受傷、痛苦和醫療收入損失等索賠 如果有任何關於滑倒和跌落傷害的問題 都歡迎與泰萊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安排免費諮詢 以討論你的問題 24小時免費諮詢熱線416-333-0229 提供中文、英文、語語服務 TBM 嚴重意外傷害賠償律師樓 有超過25年以上專業意外傷害犯案經驗 擁有一支以成功為宗旨的事故賠償專門團隊 能夠在複雜的賠償金糾紛中為您辯護 我們擁有專業知識 包括交通意外案件、腦腹受傷、狗咬受傷等 法律訴訟 始終將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TBM 意外傷害賠償律師樓 查詢請致電416-333-0229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